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林若兰 花莲23号的疫情记者会 已连续第五天零确诊 县长徐振卫也说明了 长者6月22日第二批疫苗施打的预约已经开始 而针对孕妇的施打疫苗时间及方式 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已经连续第五天零确诊的花莲 虽然是让民众相当庆幸 不过县长徐振卫表示 感谢大家在这段时间防疫上的配合 不过疫情还是相当严峻 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做好防疫的工作 并且能够了解施打疫苗的时间 积极地跟各地卫生所来预约 施打疫苗确实保护自己以及大众的健康 众位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这个长者的疫苗接种 现在已经开放到非原住民族是75岁以上 而原住民族是65岁以上 所以在我们的6月22号已经开始预约 礼拜四礼拜五也就是明天后天 明天后天我们要为6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 以及75岁以上的非原住民族来施打我们的疫苗 所以在这里真为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长者可以来接种接种疫苗 在明天后天也就是6月24 25两天为我们75岁以上非原住民 65岁以上原住民族来施打 记者会上县长雪正威也提出了各局出事 所推出的线上活动 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目前已经有1437位长者预约施打疫苗 县长也希望大家在防疫大作战的同时 能够持续坚持 让防疫的工作能够持续到最后 防疫大作战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放轻松 我们希望花莲到这个以后都是零确诊 而我们居隔的部分也都能顺利来解隔离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按赞订阅 LIN 订阅安